离岛普筛公告 澎湖金门马祖逆时钟 继续是推入境普筛 澎湖的筛检率达到了百分之百 金门却有五人拒绝筛检 而立委陈玉珍嗆瞎中央 不要阻挡人民自救 还冲到了指挥中心 要找陈时钟理论 但是指挥中心只派出王毕胜来回复 还说离岛的诉求会再讨论 也让陈玉珍怒劈 简直是把党团的协议当废纸 入境旅客排排站填写十连登记单 二号入境金门旅客一百三十一人 筛检率高达百分之九十六 入境澎湖一百七十八人 筛检率达百分之百 入境全面筛检第二天 旅客普遍都愿意配合 台湾没有强制一定要快晒 所以很多其实没有显现疾病的人 他并不知道 然后可能就直接来进来 我就是来这边就入境随时 就要塞我就塞啊 地岛防疫脆弱三个离岛地区 澎湖两家医院负压隔离病房 只有十四间 进门只有四间负压病房 和八间专责病房 妈祖更少的可怜 私人确诊却只有两张负压病床 医疗量能严重不足 地方要求入境普筛 立院党团决议也通过 指挥中心却一再取消公告 让明代气道撕毁决议 民航局管理的机场 持续以中央知名阻碍县政府普筛 澎湖湖西乡更开第一枪 如果不给普筛 清洁队聚收机场垃圾 如果没办法确保这道安全的话 即日起现在就会开始 清职收他们的一个垃圾 诡异的是 卫福部管理的金门医院 也立刻宣布停止医护人员支援快睡 令人不禁质疑又是中央插手地方 离岛医疗量能不足地方 硬起来逆时钟 自己的故乡自己救 记者颜日龙李俊龙蔡山 澎湖金门采访报导